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3分鐘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晚上好 請問你訂閱追蹤老王的YouTube頻道了嗎 還沒有訂閱追蹤的 請你趕快動作囉 因為訂閱追蹤老王的YouTube頻道 不是加入會員 他也不用任何費用 他是第一時間可以通知你 老王的影片上架囉 只要你訂閱追蹤 你才能夠不錯過任何一個關鍵轉折 小編今天要來聊聊什麼樣的話題呢 今天要來聊聊 Intel被剔除道琼成分股 是不是以後都完蛋了 我先講敢想好不好 不勝唏噓啊 接下來我要再講了 你可能就會有一點信心安慰的作用 那就是 有時候 危機就是轉機 匹級就是 太來 什麼叫不勝唏噓啊 這是Intel 今年 2024的高點在這個地方 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最差這個地方啊 市值啊 還不到1000億美元 請問你NVIDIA現在此時此刻的市值大概多少 各位觀眾 我來幫大家回答 3.6兆美元 3.6兆美元 VS 1000億不到 1000億美元不到的Intel 這不是不勝唏噓 不然是什麼 好 那這也是時代的變化嘛 Intel 還有受到了盡禮AMD的這個競爭 另外還有所謂AI時代 AI時代的這個時代的巨浪 你看到NVIDIA至今都跑去NVIDIA 整個時代的改變 讓NVIDIA失去它的霸主的地位 那今年跌這麼多了 也難怪它就會被踢除道雄成分股嘛 那這一段 你可以看到這一段連續的飆漲 如果我把這個線圖放大 看起來很猛很強 這是因為川普順利當選美國總統 大家期待 期待怎樣 川普的美國第一 美國優先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 可以怎樣 壓低台積電的重要性 然後拉高本土Intel的重要性 當然這是市場的期待 我再講一次 這是市場的期待 跟實際會不會這樣 是兩回事 因為台積電我講了很多次了 它有它獨特的地位 地位的存在 它有它優秀的一個技術的含金量的存在 所以它的地位 是沒有那麼容易撼動的 但是市場終究還是會給期待 會認為說Intel能不能多少拿一點補助 對不對 還是美國的這個 川普可以制定一些什麼政策 讓Intel可以怎樣 這個我們知道這個叫死裡逃生嗎 還是說這個叫敗部復活 大家市場是有這麼期待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漲那麼多之後 其實短線看起來很猛 但是你放到今年整個K線 來看 小編 這個好像沒有太大感覺 好像還是一個長期的跌勢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被踢除稻窮成分股 這個事實上是發生在選前的事情 選前就決定要把它踢掉 選前還沒看到這裡 選前就決定要把它踢掉 選後這樣也不會改變這個決定 因為早就生效了 11月8號就甚至被踢除了 那我們只能說 被踢除之後 Intel是就此一泄千里 還是它真的像市場期待這樣 有一點希望呢 首先來看一下 這個Intel 事實上 這邊最慘的時候在這裡 最慘的時候在這裡 那最近的股價 其實在這個川普當選之前 就有稍微出現一點反彈 反彈上來 最重要的原因 你可以仔細看到 這是它上一次公佈 在最新一次公佈的彩測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公佈的彩測在這個地方 它在下一季 就是2024年 就這一季 第四季的獲利 預估是多少 預估的EPS是0.12元 這個數字看起來不怎麼厲害對不對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數字 已經是超出華爾街的預期了 因為華爾街很多的外資 都認為第四季還會繼續虧損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已經怎樣 出現了優虧傳銀 這代表什麼意思 它基本面有沒有慢慢在改變 有慢慢在改變 如果這個基本面可以持續的好轉 那也許這個當時這個最慘的情況 就已經過去了 也許這個就是最壞的時代 同時也是最好的時代 我問你 那時候當時財砲財測 當時這邊財測預測 哇第三季會很差 那這個市場就嚇壞了 哇整個直接跳下來 然後現在 這前一陣子這邊又遇到了稻窮 這個它被剔除稻窮成分股 請問這些 這些壞消息加起來有沒有很慘 烏肉偏逢 連夜雨 可是最近開始有一個好消息哦 川普當選了 然後還有它之前公佈的這個財測呢 預計第四季有機會猶虧轉贏 那看起來好像沒那麼差 看起來好像真有一回事 真有那麼一回事哦 有沒有讓這些手上還持有Intel的觀眾朋友 感到一點希望 我想跟大家舉個例子 就是艾克森美孚啊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Intel是時代的眼淚 事實上我認為艾克森美孚 也曾經是時代的眼淚 那Intel呢 在Intel佔據稻窮成分股 它是1999年被列入稻窮成分股 那算一算大概25年了 那麼艾克森美孚石油 它之前也是稻窮成分股 但是後來也被踢除了 踢除的原因很簡單 也是時代的眼淚 各位可以觀察了 這是月K線哦 從2019年以來 這個艾克森美孚石油的股價 就一路往下跌跌跌 跌到了疫情的時候 更是崩跌重挫 因為我們知道當時疫情的時候 這個國際原油價格曾經一度 這個期貨曾經出現是負油價 當時原油價格跌得很慘 那這些石油公司 那當然就是跟國際原油價格是連動的 國際原油要講他們才可以漲價 產品才可以漲價 他們營收他們獲利才能往上 所以當時他們的營收獲利 就整個跟著國際原油的價格 就一起往下掉 那也導致了股價 你可以看到從2019到2020 一路往下崩 就跟我們剛才看到intel 是不是很像股價出現的 一波大跌修正 然後他就被踢除 稻窮成分股了 這也就是時代的眼淚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是月K線 他是在2000年就疫情那一年的8月 被踢除成分股 那大概在這個位置 踢除成分股之後 沒想到過了兩個月 他在當年的10月 創下了一個波段的低點 他不像intel被踢除完之後 馬上往上漲 他不像 他是再往下跌 創下一個低點 但是也沒大跌了 就創下一個低點之後 然後就怎樣了 然後就從那一年的10月 就一路開始起漲 漲啊漲啊漲啊 你看來到2021年的11月 大概在這個位置 抱歉 2021年的8月 大概在這個位置 比如說從8月 從2020的8月 到了隔年 一年後 這個位置 你可以自己看 對到這個股價 已經來到6幾塊了 那這個低點 大概是30幾塊 簡單講 翻倍 埃克森美福石油這家公司 從被踢除稻窮成分股之後 看到低點 然後再往上漲 這個漲幅 一年漲幅 大概就一倍 所以我就問大家 那Intel最近被踢除 稻窮成分股 有沒有機會複製歷史 人家曾經也是時代的眼淚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邊有個小小不一樣 小編你覺得小小不一樣在哪個地方 就是這家公司 它很大的產品 它產品主要聯動是跟著什麼 跟著國際原油 國際原油是一個景氣循環的東西 對吧 當時的原油價格很慘 那後來的原油價格有沒有找上來了 有 那Intel Intel你期待要複製 埃克森美福重被踢出道瓊成分股的經驗 那你的產品就要怎樣 重新敗部復活 或者是你的基本面 你的產業 你的獲利就要重新能夠上來 對不對 所以這有一些不一樣 有一些不一樣 人家這個是石油的價格 如果上來 整個營收獲利都帶動上來 所以很能夠理解 為什麼在這兩年 這T組之後的這兩年 因為國際原油上來 它的整個股價往上 是它漲更多 如果你是看到最近 最近這前面兩個月 上個月啊 才剛創下 這個新高耶 波段新高耶 那已經來到120幾 那這邊 30幾塊 120幾 4倍 從被踢除道瓊成分股之後 漲得快4倍 聽到這裡真的會 對Intel充滿期待 未來4年又誰執政 川普執政 但是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 你還是要注意啦 這個Intel 它要面對到自己的財務的問題 面對到自己的 產品競爭力的問題 面對到自己 你整個公司未來發展的問題 它不像 它不像人家是跟著石油這樣緊去循環的 另外我可以再舉例一檔股票 另外一檔股票 就踩在這個讓頭 什麼讓頭 AI讓頭 給大家看 這是NVIDIA Microsoft 還有Apple 三者的 王者之爭 四職王的戰爭 小編 怎樣 好幾個月前就給你預告 NVIDIA 就是會當上美股的四職王 龍頭 有沒有印證 有 當然不能說你輸 你看 黑色的部分這一條是蘋果 哇 蘋果在這邊幹掉 就今年的大概六月份幹掉微軟之後 哇 是一路佔據好幾個月的龍頭 你也是 也是猜對 我們兩個都沒有人猜微軟 微軟就從這個地方曾經領先之後就下去了 那目前是 NVIDIA NVIDIA 微軟是紅色的 微軟是紅色的 微軟這邊長期的領先 長期的領先 然後就下去了 那我看好的這個NVIDIA 藍色的部分 上來了 目前暫時重新要回領先 那NVIDIA就走在AI的讓頭上面 但是我跟你講 今天六月NVIDIA其實有短暫一天 短暫一天收盤 要上了美股市值王 短暫一天 那這一次究竟是會短暫呢 還是可以在盤踞這個位置很久呢 其實我認為這一次可能就會 盤踞了久一點 為什麼 小編你知道為什麼嗎 首先第一個理由 很多分析師 很多華爾街的外資 都還在上調目標價 像這個是高盛的分析師 來最新的 11月6日還在維持平等 上次就說敗了 這次還在敗 目標價一樣是150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高盛分析師講的 那不只是他 你上網隨便Google一下 NVIDIA目標價 你就會看到一堆華爾街外資 有160的啦 170的啦 180的啦 還有人最扯 出到多少你知道嗎 200 華爾街的目標價 一托拉庫都在上調NVIDIA 因為NVIDIA 接下來幾週要公布財報了嘛 大家就搶著在財報公布前 拉高目標價 持續維持買進 什麼意思 看好財報的數字嘛 對不對 那這麼多的華爾街外資 都在看好目標價 都在調整 都在持續維持買進 那小編我們要相信他們嗎 我們當然是相信他們嘛 對 人家 外資機構 是多少人 一個團隊少說一兩百人在研究 我就我一個人 小編要算嗎 小編算進來兩個人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是沒有什麼力量的好嗎 好啦 講到這裡 有點太貶低我們自己了 當然不是外資分析師講什麼 我們就信什麼 因為外資分析師也常常有看錯的 對不對 我們是告訴你 很多的外資分析師都還在看好NVIDIA 所以NVIDIA 這是應該可以在盤踞 40龍頭 久一點 因為大家都還在看好 那事實上我認為NVIDIA可以盤好 盤在這個四子龍頭 佔據更長一段時間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踩在浪潮上面 踩在浪潮上面 現在是浪潮就是AI浪潮 這些是 美股七大龍頭股的資本支出 那你可以看到了 這是過去十年 過去十年以來 這個資本支出是一路的往上 而且 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最近 尤其是最近 大概 大概就最近這一兩年吧 這一兩年 你自己看了一下 這個資本支出增加的幅度 像這邊資本支出其實都還好 有沒有 沒有明顯的爆發 你看這兩年的資本支出 尤其是今年 怎樣 爆炸性成長 爆炸性成長 大概每年的資本支出 大概年增率 這七大龍頭股 年增率大概可能都要四成以上 年增率 那他們資本支出這些 為什麼會大增 就是因為在投資AI Apple有沒有做AI Microsoft有沒有做AI 有 亞馬遜有沒有做AI 阿發貝有沒有 Meta有沒有 特斯拉有沒有 都有 都有 好他們要做AI 除了蘋果之外 這些Microsoft Amazon 阿發貝 Meta 特斯拉 這些都是誰的客戶 都是NVIDIA的客戶 那這麼多人 這麼多家的科技龍頭股 持續在擴張他的資本支出 也就是在持續的 替NVIDIA帶來源源不斷的 定檔 跟收入 還有握力 只要你沒有看到這個資本支出 有出現 持穩 平穩 或是往下 快速往下 那基本上 資本支出如果都還是持續 呈現這樣一個 快速的一個往上的情況 NVIDIA就是最大贏家 代表AI的基礎建設 佈置 還沒有看到鏡頭 這是什麼 那我講三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還有第三個原因 這個是最新公佈的數據 美國家庭 也就是美國民眾 這美國的家庭 持有股票的資產價值 已經創下了2000年 2000年 2000年 這個叫所謂.com泡沫以來的新高 比之前 比2020疫情當時的高點 還要來的高 這說明什麼事情 這說明什麼事情 就美國人現在玩股票 是我們賺錢的 有 所以你在 美國人 所以你看到整個 整個股票市場是呈現一個長期多頭的牛市 所以如果這個 你沒看到這個 美國家庭的這個資產的價值 出現一個快速往下 那就代表美國的市場 美股的市場還在持續往上漲 那美股市場竟然要往上推動 那我請問你 請問你 NVIDIA市值難道不能持續霸佔龍頭嗎 這三家一定是 這三家市值龍頭一定最佔據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啊 就是我問你 如果說今天台灣人投資台股 都能賺到錢 都能賺到錢的原因是因為台股有漲 那台股要漲 我問你 台積電會跌嗎 我問你最佔 你說一兩天可能台股漲台積電沒跟上 我就問你一個長期趨勢 台股市值一直往上 台股的指數一直往上 台灣人投資台股都在賺錢 然後台積電沒漲 impossible 同樣的道理 那回過頭來 目前的市值王 龍頭王 NVIDIA 當然就越有機會盤踞越久 只要美股還持續在多頭的情況 就這樣 好 那今天的主題 主要就是跟大家談到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代的演變 有沒有踩在浪頭上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段階 那事實上 在半年前 早在半年前 就有很多人在討論一件事情 小編 各位觀眾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很多人在討論 這個NVIDIA 已經 NVIDIA從2022年 就大概兩年前 2022年10月那邊的低點 漲到今年的高一點 你知道漲多少了嗎 小編大概 大概1000% 就最低 從最低開始算 1000% 10倍 對10倍 你反應蠻快 10倍 事實上在今年的五六月 就很多人在討論 我記得我還做過一節目 就說 那請問你 NVIDIA會不會是下一個思科2.0 下一個思科 就是.com 那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這時候的思科 我們有做過專題對吧 我的答案是什麼 我說不會 我說不會 我講得很清楚 因為兩個人的產業基本面完全不一樣 這個前景完全不一樣的 AI現在還在持續的風波發展 而且能跟NVIDIA競爭抗衡的廠商有很多嗎 沒有 OK 好的 今天節目就進到這裡了 希望這集節目有給大家一些啟發 那也希望大家都有幫助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要來跟大家宣導 假投資真詐騙 近來啊 詐騙集團非常猖狂在網路社群或者交友軟體 來主動接近被害人 並且假借股票虛擬貨幣 期貨外匯以及基金等等的名義 吸引各位民眾加入LINE的投資群組 初期呢會讓各位民眾小額獲利 後面呢就會告訴你要更多的資金 才能有更多獲利等等的說詞 吸引各位觀眾引誘各位民眾加入投資的網站 或者是下載他們的APP來賄賂更多的資金 後續呢他會告訴你喜馬量不足 或者是要追繳保證金 IP異常等等的理由來拒絕您的出金 那當民眾發現自己的帳號被凍結了 或者網站已經關閉了 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被詐騙了 所以老王這裡要提醒大家 只要是高獲利必定伴隨高風險 當你聽到保證獲利穩賺不賠 這樣的說詞必定是詐騙 民眾呢應該要選擇自己有研究 而且熟悉的投資標的 不要親信來源不明的投資 或者是網站以及一些網路的連結 如果你聽到遇到要你加LINE 才能進行投資的必定就是詐騙 老王在這邊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一起關心您 來自詐騙 大板市民認可 住個小方 十字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